不行 我得去找他 不行 找什么找 那刚才陈墨拿的照片你没看吗 那些 那个李什么的粉丝 都围到小区去了 你去不是洋路虎口吗 再说 他们要把你当了你姐 那怎么办 我必须得去找我姐 不行 要去 我也去 爸 你这不跟我听乱了吗你 我听什么乱了 我去吧 你们去都不合适 认识我人也不多 我 我也知道杨木柜家在哪 我去看看 陈墨说得对 知道 让他去 他去看有什么情况 都告诉咱俩 不就完了吗 那陈墨怎么了 没什么 小白 晚上我有事儿 你不用送我 哎 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啊 哦 和慷慨他们 约了个局 不许去 你听我的话 我让人开车送你回去 你爸妈很想你 快点 还很幸运 我听你的话 你觉得是这样 你不开心 我听你的话 你不开心 你不开心 他你不开心 好好去 小孟贵 小孟贵 宋慈 快救救我 你是谁 我是杨木龟 你不是 我的杨木龟是不会害怕的 宋慈 宋慈 我们怎么会在一起 孟贵 这是你姐姐吧 嗯 你们都多久没见了 自从你领养我以后 我们就再没见过了 妈妈 你说什么呢 我才是你的女儿 您看 这是我们在天安门照的照片 睦睦啊 你看 你那时候多可爱 还像个小皮猴似的 这谁能想到 以后都成了大明星了 我才是大明星 姐姐 你还没有醒吗 醒 爸爸妈妈是我的 宋慈是我的 粉丝也是我的 你才是那个被拐卖的孩子 你的梦 该醒了 好 当然了 这件事 本来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就对我好一点吧 那我肯定会傻乎乎地绕着你转 就算被骗 也性感情用 如果爱情和事业出现了冲突 那肯定是牺牲爱情力求自保 何必抱在一起死呢 来日方朝 对不对 儿子 过来帮妈妈折断过去 站住 你今天要是走 以后就别回这个家 好 你别走 哪儿也不许去 我必须要去救她 你救不了她 你只会被她拽下去 像你爸爸当年一样 那又怎么样呢 我从小看你们演戏 我从小看你们演戏 在台上也 在电视里也 回到家了继续也 宋老师是演员 妈您的演技更好 您用演技撑起了一整个家 可是我不知道 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更高的地位 更好的生活 妈 妈 你这样真的幸福吗 你每天在这空空荡荡的房子里 委屈求全 就打算 这么过完后半辈子什么 我不再是那个 需要你们保护的小孩子了 我更不是你们用来 装点晚年生活的教育成果 我要过我自己的一生 是好是坏 是苦是甜 我都自己承担 别懒得 我得去做死 你冷静一点 爸爸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你现在是被爱情冲破了头脑 你只有冷静向来你才会明白 什么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你爸爸也这样过 他是过来人 不值得的 对不对老宋 你说呀 你们简直是太荒谬了 你们怎么有脸 还在儿子面前 好 我去做死人 我宁肯做死我也不会像你们这样虚伪的生活 妈 杨梦归是我生活中唯一真实的部分 我喜欢他 我想和他在一起 这是我作为儿子对你们说的真心话 我也希望你们像真正的父母一样支持我 好吗 妈 你别难过了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因为你养的儿子 不会报仇他爱的人 我走了 儿子 你 你 不愿者 你 想 你 我 想 你 我 回到无悔前 让我这样 也沉连着你不想